Hello 各位观众好 今天我们来异录 这个是一个录影的 那我们今天录在2021年2月18号 《龙哥打怪》第107集 这个的异录节目 然后我们知道今天的光线非常的好 大家在看的时候 现在是大年初期 大家已经开始上班了 然后也过了7天的这个 轰衣足食的生活 那现在可能要开始呢 要调养一下身体 那身体呢如何更好 那我们今天请到这个姜医师 姜亦阳 姜医师 中医师 然后我们来谈谈 这个大家经过了除夕 然后到初期 将近8天的时间 这生活饮食呢 突然高卡路里 高饮食 然后也能够在看《龙哥打怪》 看了好几集 身心的非常的愉快 那我们这饮食呢 当然就要节制了 现在有些东西可能要调养了 有些人就是 神吃的太好怎么办 然后我们想 姜医师呢 来谈谈如何能够帮忙 是 各位观众大家好 那终于讲是平衡了 是我们讲 和谐 饮食有节 起居有长 当然过年期间 大家有时候会睡的比较晚 那当然要上班了 当然就是恢复正常 那饮食有节 我们就是不要吃太多 也许过年吃太多了 那现在就慢慢节制 那基本上 我们就是讲平衡 所以终于对食物 他没有强调里面的成分 最主要就是 那个性质 我们讲五味 五色洋五脏 颜色 不然是用颜色来让它平衡 所以各种颜色的东西一定要吃 青色它是入肝嘛 那红色就是入心 那黄色就是入皮 那白色是入肺 黑色就是入肾 所以五脏 五脏它是互相平衡 那每一个人他依照自己的体质 他就有需要的东西不一样 但是你不知道啊 那每一个人就是身体会自调 对 但是我都吃白色了怎么办 那看你喜欢吃什么嘛 如果喜欢吃白色吃惯了 也许想要吃其他的东西 那你表示你比较切那个东西 像绿色的比较有能量 对眼睛也不错啊 所以你可以多吃绿色的东西 那当然完全是听我们内在的感觉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吃甜的 那吃一点的没关系嘛 但是你吃太多甜的 那对肠胃就不好 所以有些肠胃不好的人 他吃甜的东西马上胃酸会出来 他就知道说 吃太多了不好 那他就慢慢要节制 但是我们有这个概念 基本上就是要均衡 均衡饮食 过年的饮食都是油腻腻的 多么是重中和色 也不是那五色都分不清楚啊 所以自己要有自觉 就是你想要吃什么 那你就是好好的选择 但不要吃单一的东西不要吃太多 他才能均衡 那你觉得呢如何能够汽油 然后身体又更健康 怎么弄 但我们吃的时候要有自觉 就是有必要加太多 最少要清淡啦 清淡对身体是比较好的 现在大家都慢慢有这个概念 少吃油炸的 少吃太甜的东西 多吃苦的 苦的 吃苦瓜 对对对 因为我们一般人都是 比较喜欢吃甜的 是 少吃苦的 所以我们为了要均衡 反而要吃比较 平常比较少吃的东西 尤其是苦的东西 这个最需要 对苦的东西 对身体是有帮助的 苦的 苦入心嘛 所以有些火气比较大的 吃苦对心脏好 多吃苦瓜 吃油炸的东西 尤其过年油腻的东西 反而要吃一点苦的东西 是 对身体就比较会 会有平衡的作用 对对 这个是我们均衡的概念 是 那我其实记得以前 我在当兵的时候 那个冬天很冷 就苦瓜 因为怕冷 所以他就给苦瓜盖棉被 吃苦瓜 对身体 苦瓜 冬天要吃苦瓜也不太容易 对对对 因为这个苦瓜真的很好 这个是我们体内的均衡 但我们对环境也是要均衡 所以第一点 要多吃苦瓜 多吃苦的 多吃绿色的蔬菜 对对 然后多调和身心 对对 这个食物的均衡 那当然对外面 因为冬天天气比较凉 所以大部分都会吃补的东西 吃补 所以有时候吃补的 吃太多就会容易上火 对 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叫做 夏吃江冬吃萝卜 为什么要冬吃萝卜 我很喜欢吃萝卜 因为油炸的东西吃太多 因为为了要补嘛 所以你会吃很多 所以反而容易上火 对对对 要汽油 对 所以反而要吃一些比较凉的东西 来平衡 所以基本上就是要均衡 我们整个概念就是要均衡 吃苦瓜 吃萝卜 均衡 对对对 因为我们终于讲为什么会有病痛 不通则痛 气血不通畅 所以我们在运动的时候 气血才会通畅 那你才会消耗我们的多余的一些能量 一些储存在身体里面的一些废物 才能够代谢掉 但吃很多油通便 不吃油不行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那个三不五多 里面就是有一个就是要多喝温开水 多喝温开水 多喝温开水 意思就是可以通通两大小便 因为你车温开水 可以通大便 才会便利 也可以通小便 对 这本身就有解毒的作用 对 所以这个都是平常我们就可以做到的 对 所以大家要多听这个江医师的话 身体才会好 像江医师一看起来 才像差不多四十多岁而已 年轻的小伙子 对不对 很好 然后我们能不能再谈一下 这个要不要多晒太阳 古迟呢 对我们刚刚讲多运动 当然就是多晒太阳 这个骨子才会好 代谢才会正常 所以到户外去多动 不仅气血能够通上 筋也会比较柔软 对 因为像我们上了年纪的 尤其是假期比较少动 那筋就会比较紧 冬天没有太阳 再加晒日光灯也可以吗 当然也有帮助 最简单的就是吹风剧也是 吹风剧也可以 吹风剧也可以 可以可以 热热就是软化 软化我们的筋 但最主要就是 外在的东西比较短暂 最主要只有内在的 我们自己去动 内在怎么动 靠自己去动 不要让人家去按摩 心中有宇宙 心中有太阳 是是是 心中的阳光一发起来 哇 从内就散发出来 像阳光一样 对对对 自己动那个能量才会出来 所以你的名字里头 有江亦阳 阳光 充满阳光 充满阳光 阳气啦 阳光从里头出来 是是是是 所以这个真的不得了 我们要多学习 要多吸收宇宙的能量 也要发展自己心中的宇宙能量 对 自己动的效果 会比外在的好 外在当然你去泡温泉啦 去热敷啦 按摩 当然都有帮助 让气血通畅 最重要的还是自己运动 这个是最实在 而且是 退遥不退 免费的啦 免费也太好了 我们今天还请到一位 美丽的白天使 来 白天使来 出现 白天使 大家在路上 很多小朋友都跟着他啦 对 因为他有很小朋友的言论啦 因为每天都快快乐了 无忧虑的 一定可以长命百岁 真的 江医师呢 你觉得呢 白天使讲得好吗 对啊 他心情愉快身体就会健康嘛 对啊 我们很多的病 都是因为屋子啦 屋子气就不通畅 对 所以只要你快乐 所以小孩子天真无邪 他身体就很柔软 所以像小孩子一样 他比较不容易扭到呢 因为他筋很软 对 那我们这个年纪比较大的人 就是要多动 那个筋才会柔软 不然有些老人家 几天不动 或者躺在病床上 几天不动 就硬掉了 所以运动 刚才老师讲了 运动是非常重要的 对对对 常常要多动 那这个也是我们防疫保健的 一个很重要的方法之一 好 那我们知道这个江医师呢 他其实养生知道 他懂很多很多 然后我们知道 如何呢 大家能够调养身心 让自己更健康 然后气血循环更好 然后如何能够预防疾病 如何能够改变身体 然后使身体呢更强壮 然后更能够更一切呢 很顺畅 这个非常重要 那我们请江医师能不能讲一下 如何强壮自己的身体 是 我想这个疫情期间 最简单的 我们常常听到 就是三不五多嘛 三不五多就是 三不什么 不生气 不忧虑 不紧张 那不生气 身心才会平衡 因为当我们生气的时候 就好像毒素一样 内在的毒素 那这个 这个比 比那个毒物更可怕 这内在的 所以我们不要生气 身心才能够平衡 不忧虑 因为我们有准备 有所准备 所以我们就不会太担心 不紧张呢 但你知道很多资讯 那你就 就不会 不会猜疑啦 不会害怕 那我们过去一年 当然是遇到这个 冠状病毒的关系 那很多会担心 尤其是看到国外的 那么严重的状况 那我们会 我们会担心 那担心也没有用啊 因为病毒是外在的 那我们能做的事情 就是提高自己的免疫力 所以当自己的免疫力 能够提高的时候 即使那个疫苗还没有进来 那我们身体 已经在保护自己了 所以最重要就是 要放心 让自己能够安心 因为一直在等疫苗 或者是在担心很多事情 那整个免疫力就会下降 所以我们刚才讲的三步 五多事实上整个的概念 就是在提高我们的免疫力 刚才讲的三步嘛 五多呢 都多洗手嘛 那你要一往外在来的东西 但一定要戴口罩 那多喝温开水 我们刚才提到的 你喝温开水 那个大便会通畅 小便会顺畅 能够排毒 那多运动 那当然筋骨就会比较柔软 气血会比较通畅 那多翻洗 当然就是免疫力 就会达到最基础的状况 那至少会最好嘛 那多防患 就是你知道很多方法都尽量去做 尤其是我们常常 大家提醒的就是 会从年冒进来嘛 病毒会从年冒进来 所以我们就是少碰我们鼻子 眼睛 嘴巴这些部分 外国的公共学者 他就讲说 保持温暖 Stay warm Keep the virus away 就是你让身体能够温暖 那这个病毒就比较不容易进来 所以我们就要练功啦 运动啦 对身体就是好的 身体比较温暖嘛 所以即使有感染 那他很快就能够被排斥掉 有些人甚至讲说 你喉咙不舒服的时候 也许你先塑塑 那个盐水 塑塑口 那他刚进来的东西 也许就被化解掉 所以地段如果觉得喉咙痒痒 就用盐开水 对 这是很传统的东西 对 我记得以前没有牙膏的时候 是用盐巴刷牙 喝柠檬水也有用 我想应该有帮助 那吃苦瓜呢 也有用 让身体平衡嘛 对 那也要多运动 对 那我们看一下白天使呢 在运动 你看 白天使呢 江医师刚刚有提到 三不五多 能够调养身体 那刚刚这个白天使呢 也在旁边呢 配着江医师呢 的音乐呢 来跳舞 那非常的活泼 那我们知道 今年呢 这个大年的初期呢 大家就要身体 要开始要调养 那一年之际呢 再一春 一年之际 就是在开始这几天 身体非常的重要 如何调养身体 如何让身体更好 我们知道阳光 空气 水 还有吃的东西 这个我们要调整 自己的身体 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也请江医师呢 来谈一下 这怎么样能够 让身体呢 更好 怎么样来以后 能够对抗这个 所谓的virus 然后如何抑黄 如何使身体身心 调得更好 然后不怕疾病 也不怕病毒 然后也不对 对于流感病毒 对于covid-19呢 还有它的变异的各种病毒呢 我们其实 又要有一个方法 就是身体更好 他们就能够抑黄 然后如果发觉呢 有点不舒服 我们也开启 采取抑先的防范措施 抑先的用 把病毒呢 如何能够在 开始的时候呢 能够 杀死病毒 或者使病毒呢 护制比较困难 如何能够平常呢 要用多洗手 让这个 他的病毒的这个 脂肪膜呢 能破坏 然后大家也不要揉眼睛 然后也出气呢 一定要出门戴口罩 那我们把这个 专给蒋医师 那蒋医师来讲 谢谢 对我们整个概念 就是要平衡了 就是我们对疾病 就像一个敲敲板一样 一边是病毒 一边是我们的免疫力 病毒他也为了要生存 所以他会变异 所以我们 我们就是要发展出一套 这个和平共存的方式 那最最最安全 最主要的方式就是 提高自己的免疫力 那提高自己的免疫力 最好就是 让自己安心 安心才会平安 就是让自己能够放心 那自己 我们刚才提到的 这个三不五都一定要 一定要做 那把自己养好 把自己的免疫力提高 所以我们刚才讲的 那个三不五都 事实上整个 整个概念 都是在 在提高自己的 自己的免疫力 所以我们的 我们的那个 努力的方向 并不是想说 赶快 赶快发展是什么 药物啊 来对抗这个病毒 用这个疫苗 目的也是要保护自己 但是刚才提到 这个疫苗 他为了要变异 他为了要生存 所以他变异是非常快的 所以最安全 最好的方式 就是让自己能够 身体能够好起来 那身体好起来 当然就是均衡啊 所以我们 内在的平衡 外在的平衡 都都需要 所以我们自己 要自己 跟自己 沟通 自己平衡 所以身心要平衡 那自己跟外在的一些 一些朋友 亲朋好友 当然你要和 要这个平衡 那我们跟大自然也要平衡 所以我们整个思维 就是 就是要平衡 所以这样子的话 免疫力 就自然 整个气场 就会不一样 那整个 整个状况 就会改善 大气场 就会改善 那刚才老师有提到 说益房 那益房就是你 平常还没有 病的时候 那大家益房 益房就是一些 补气的药 补气要像 黄芹啦 像 黄芹啦 红枣啦 什么果汁 这个大家都知道 这个就是要补气 那补气是益房 那这个是吃药的部分 那我们 不吃药呢 就是练功 运动 让气血比较通畅 整个气血通畅 不通则痛嘛 通则不痛 气血通畅了以后 就不会 就不会生病 这个 这个是基本上的概念 就是平衡 大家安心 不要太紧张 以上 简单的跟大家分享 讲的真好 其实就只有一个字 就是和 就是和气 要把这个各种气 调和 然后和谐 各种问题 各种身心 都能够和谐 然后再来就是和平 就是我们对病毒呢 也是采取大家 共同 和平共存 所以和气和谐 和平共存 这个就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真的 也这里头牵涉到 中医的哲学 还有江易洋医师 他的重点的 教导大家 如何能够在这么 複杂的环境 混浊的 这个气候下 大家能够 能够保卫自己 能够保有自己的 安定的 平稳的 和谐的 能够稳定的 这个身心 这非常重要 我们谢谢这个江易士 我想刚才讲的就是 重点就是 平衡 万物一体的嘛 我们讲天人和谐 事实上天跟地 我们是天人地嘛 就是一体的 所以当大家都和平共存的时候 大家都有 每一个人都有良心 良心在做事情 那就很和谐 那很和谐 就不会有 有这个纷争 纷争气场就会稳定 那稳定气场 大家就会健康嘛 如果是整个 大家混乱担心 那气场不好 那偶一偶炸 那气场乱了 整个 连这个病菌都看不下去了 他就会来 来去 来侵扰我们的人 人类嘛 所以重点就是平衡 和谐 这个 谢谢江医师 这个真的是一切 宇宙的人言 發自于自己的内心 万物呢 也是在 宇宙也是一样 就是要有阳光 要有空气 要有水之外 各种的物资 空气跟空气 也要有和平和谐 还有和气 然后水也一样 然后这个 阳光空气水都一样 包括我们人吃的东西也都一样 然后 天跟人物都要和谐 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 非常的重要 今天江医养医师讲的 与天地 人跟人之间的和谐 对 宇宙万物的和谐 其实呢 每一个生命 在地球上的一切 它创造都有它自己的意义 不只是物品 然后不只是动物 不只是这个环境 包括我们的花草树木 每一件事情只要是万物 万物皆有灵 对 每一个人都有它的生存意义 它也有它自己生存的权利 其实没有任何人 对 任何的物种都可以去 剥夺它的生存权 所以生存权 自由权 其实不只是在人的身上 万物都有这样的权利 一旦你破坏了它生存的环境 跟气力 或它生存的权利 它没有地方去 它就会反扑 就像嘉宾阳医师提到的 如果这个环境都充满了恶念 其实吸引来的 最后创造出来的 都是我们自己受害 所以如果我们能 心中永远充满了爱 与身旁的万物 一切充满了平衡 包括政府也能有良心的 爱戴我们的人民 国家的存亡 是需要靠政府跟人民 一起来努力的 如果政府会愿意 爱民以民为主 真正去考量到人民的生存 跟自由 还有生存自由权 那我相信人民也会非常爱 我们的政府 大家可以更快乐的 和平共存下去 让这个疫情可以很快的结束 这样子 真的讲得太好 非常的好 然后我们知道 真的问题 其实我们就要有哲学 就是要真的要改变 然后改变其实很简单 我们就要有真的 这个真的真心 然后真的改变 然后也真的 对于人啊 天啊 物啊 都能够取得 它的真正的melody 真正它的一定的硬力 一定的规矩 所以问题都在这样 那我们不管 我们的家人 身体健康 其实都是同样的道理 然后我们的国家 也是一样的道理 也必须要本于 把所有的人 任何的人 都当人来看 也尊重别人 然后对于做一些假案的整数 也要要赶快 知错人改 赶快改 不要将错就错 然后硬哦 这个都不好 所以问题呢 真的 就是要真的要改变 有改变呢 我们要把这个 污浊的这个假案整数 把它清除掉 让它恢复正常 清廉的政治 清廉的民族 清廉的这个法治 然后一切都要有政绩 所以这个东西都非常重要 而且也非常的简单 我们还是来给江医师 来 这个 我们这个除夕呢 之后我们 这个七天 来 大家等着这个节目 等着这个107集 除这个大年的初期 然后大家来看龙哥打怪 龙哥打怪 希望能够通过龙哥打怪 能够改变整个环境 改变我们的国家 改变我们的整个的 以前的不好的东西 能够真的改变 然后也使得台湾 除了疫情能够控制以外 台湾的民主 台湾人民的健康 台湾的法治 都能够往前进一步 能够真正的改变 祝福大家 也祝福每个人身心健康 真的好 来 请江医师讲一 祝福的话 是 祝福大家这个扭转乾坤 有好的正气 整个气场就清明 那我们国家就会进步 谢谢大家 来 我们请白天使 祝福大家找回 纯真快乐的心 找回自己的良心 诚实的面对自己 然后可以修改自己 然后可以更快乐 平安 顺遂的过新的一年 感谢大家在大年初期 能够看我们的节目 我们也带给大家正面的能量 也祝福观众朋友们 你们的身心健康 真正能够也不会遭受 假案整数 然后假案即使被整数 我们也可以帮忙你 那大家也互相帮忙 然后也能够真的平缓 那我们的法治社会 我们的所有的人员 都要花费拯救人的责任 就像医师来救大家 大家互相帮助 用大家的帮忙 台湾一定会更好 台湾一定会更进步 台湾一定会更健康 更和气 和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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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